餐飲業缺工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因為疫情流失的員工也都還沒有招滿 那現在好機會就來了 因為下個月6月就是畢業季 看準全台上萬個新鮮人要離開校園了 餐飲業當然要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那就上演了搶人大戰 那各家業者到底多有誠意呢 我們帶您來看 像是日本的知名品牌穆里諾 他就推出了店長的起薪 大概是五萬一千元 這麼高 那甚至呢 你只要有兩年經驗就能來夠應徵 那學生時期 其實很多人都會到餐飲業來打工 這就成了最好的履歷 那至於基礎的店員呢 薪水也大約有三萬五千元 那甚至最缺人才的北部地區 店長更是體恤北部地區的員工 因為他知道北部地區房價高 租金也高 他就補助你房租 那最高大概是四千元左右 那另一間也是日商 是這個烏砂日式陽石松炳屋 他的店長呢 起薪更是高 來到五萬四千九百元左右 那他內場的起薪也很高 領班最多能領到將近四點六萬元 這麼高 那他甚至還有每個月發給你獎金上看三千元 那日商這麼的積極我們台灣的業者也不能輸啊 像是鼎王集團他還缺了三成的員工喔 因此他同樣給出高薪 像是店箱裡還有副主廚 起薪都有來到四萬零五百元喔 那每個月還有績效獎金 你越認真工作領的越多 那至於米塔呢 他的儲備店長主廚起薪也都有四萬元起跳喔 要招募新鮮人來一起打拼 但是招到人後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因為這一批的畢業生就是利世代 那利世代是哪些人呢 就是指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人 他們現在就是二十幾歲是職場的生利君 但是呢 比起他們的上一代 Y世代 千禧世代 被稱為沒有抗壓性的草莓族 現在這個利世代呢 似乎更不被雇主喜歡喔 因為我們來看喔 其實美國的公司 他四月就有針對上千個主管階級的人來進行調查 那他發現呢 超過七成的主管都認為 利世代是所有世代當中最難共識的人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缺乏技術的技能 而且不努力不積極 甚至呢 太容易分心還有受挫喔 那麼主管這麼不喜歡 讓開除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像是有65%的主管就證為他們比較常開除利世代 而且呢還有12%的主管輸喔 甚至他們最短一週內就會開除了 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他們就抱怨了 其實利世代真的是太容易被激怒了 讓他們受不了 但是其實啊 這一批新世代的年輕人 他們也是有優點的 因為我們身在這個3C發展飛快的年代喔 像是這些年輕人接收了非常多的資訊 也激發了很多的創意 那甚至他們也很有全球的視野喔 面對權威 Z世代也更勇於挑戰 而且他們都忠於自己的目標 等於他們很適合帶著自己的目標 要幫助企業進行改革 因此專家就建議了 如果呢 你要跟Z世代好好相處 雇主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是要搞清楚 員工上班的目的 藉由維持他們的目的性 來保持他們的積極性喔 否則呢 到了2025年的時候 Z世代就會佔全球的勞動力 大約27% 因此你不遇到也很難 好好相處才是長久之計 以上就是這節的推播內容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